我被陳時中封鎖了 這是在網友滴卡發文表示 昨天他在陳時中的推特底下留言 請讓人民知道高端的效用如何 結果就被封鎖了 由於先前的衛福部 將疫苗採購相關的決策過程 會議記錄 採購金額 都是以密件要封存30年 像密件一樣封著30年 因此就有網友回應 原PO表示安啦 30年後就會解鎖了 另外也有網友說 有點年紀的政治人物呢 他們的帳號都不是自己經營的 封鎖你的是競選團隊的推特小編 但大多數的網友都批評 政治人物要封鎖酸民 那台灣不是稱為民主自由嗎 這樣子感覺很小心眼耶 議員徐曉星日前公布了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競選辦公室的名單 不僅發現有黨內議員初選 落敗的焦糖在其中 還出現正二代的成員爭議 那陳時中表示 正二代只是工作人員 徐曉星明知道公開會有 怎麼樣的效果卻公布了 這是職場霸凌 那PTT鄉明就酸說 今天時中的人設是霸凌旅長嗎 這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還有人虧 那連勝文說 那你們寧靜黨霸凌我多久了呢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個 也類似的案件在國民黨籍的 苗栗縣議長中東景呢 違紀參選縣縣長遭到苗栗縣黨部建議撤銷黨籍 那國民黨昨天召開了考紀會 一致決議開除了中東景的黨籍 那考紀會決議將在送下週三常會確認 中東景回應 除向黨中央申訴 也將向法院提出確定黨員資格的存在法律訴訟 他也將未獲提名原因指向國民黨秘書長 黃建廷惡意抹黑 將告黃建廷意圖使人不當懸跟誹謗 在經過充分討論之後 對於苗栗縣這個中東景案子呢 是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 苗栗縣黨部當初送來的案子是撤銷黨籍 那為什麼變成開除黨籍 對 因為對於撤銷黨籍跟開除黨籍中間有一個標準 那在剛才討論的時間 大家也可以知道討論時間非常非常長 討論結果呢 就是說撤銷跟開除之間呢 它有按照這個標準來認定的時候呢 苗栗縣雖然它提出來的是撤銷黨籍 但是按照這個開除黨籍的這個標準呢 它符合開除黨籍的標準 所以它是開除黨籍 那為什麼中東常會會通過我在上次的說明 也提到過 因為接下來應該要讓黨員有非常明確的一個標準 黨員有明確的標準才知道 什麼是可違 什麼是不可違 苗栗縣長候選人中東景 獲得大多數苗栗相親的支持 已經正式登記參選 但國民黨竟加以處分 明顯已經和地方的民意背道而馳 我們已經委託律師將近期內前往苗栗地方法院提出 確認中東景之中國國民黨員的資格存在之訴訟 並將到苗栗縣地檢署按鈴控告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先生 涉嫌意圖使人不當選機毀放罪嫌之刑事的告訴 因為中東景加入國民黨已經長達20多年 其間付出無怨無悔 但只因為黃建廷先生惡意的抹黑 把莫須有的罪名加諸到議長的身上 導致國民黨憲長的提名過程亂象重生 如今議長又被無理的對待 唯有豎請施法還他一個公道 不過中議長也表示 儘管國民黨的處分 他仍然為藍營的小兵 持續為苗栗來打拼 與苗栗相親一起團結打贏這一仗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